李久彤 接下来是李久彤 《老老年》 表演者李久彤 庄子健 谢谢啊 谢谢大伙热烈的掌声 刚才是两位优秀的年轻相声演员给您说了一段传统的相声 叫孙子 真的是刚才在的那个 叫什么 徐方言 徐方言 而且两个人很年轻 桌子外边的孩子是1999年生人 桌子里边的孩子是2000年生人 都不大 岁数很小 这都是99后 00后 德约社就是后续的新鲜势力 新鲜血液 德约社现在好多郭老师的徒弟 他们俩也是 包括我也是 你也是 你看那这俩叫张肖雷啊 唐肖昆啊 这俩是肖子刻的 我呢是酒字 您叫李久彤 你看他也知道 郭老师收徒弟有很多分科牌字 那几科也 八科 云鹤酒肖 天诛地灭 我呢万幸 您没遭天假 啊 还不提面相吗 不是吗 天咋来批 哦 你看他这说的很狠一点 没有这 云鹤酒肖 龙腾四海 这是对的 哎这八科 嗯 因为云子科的您比较熟悉的 谁啊 岳云鹏啊 岳石哥 张云雷啊 阮云平啊 嗯 等等吧 这些都是人字的 就这 哎再往下就是贺字的 嗯 啊 比如我们六区队长张和伦啊 嗯 等等吧 然后呢 谁啊 不是还有好多呢 孟和唐 嗯 这是吧 对对对 还有这还有 郎和颜 郎和颜 嗯 杨和通 哎 等等吧 延和强 啊 延和强 现在还说不说相声不知道啊 现在不太了解了 说脱口秀去了 对对对 可能是有别的唐业了 人说脱口秀说的也不错 那是郭麒麟的搭档 嗯 郭麒麟是我们少爷 对 少爷这个行业现在也不多见 但是呢 可能是 你那一句话 人家从演员跑会所去了 哈哈哈哈 都是服务行业 所以说呀 给大伙带来 一样都是给大伙带来快乐 是吧 什么毛病啊 什么毛病啊 啊 只是快乐的程度不一样 就是啊 哈哈 怎么了 哪 哪个快乐 什么 不是 你别胡说八道 我没胡说八道 你 我也想 给大家 哈哈 哈哈 不是 他们不快乐 真是什么钱都想着 我呀 我说你可能没听清楚 嗯 我说郭麒麟 嗯 那个岁数 嗯 那么优秀在咱们这个行业不多见 那是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哎我可能说的就简洁一点 是吗 嗯 哎 所以说颜色祥就是郭麒麟的搭档 嗯 你想吧 那是少爷的搭档 啊 未来少本主的搭档 嗯 都不说相声了 你想想 说明什么呀 说明 相声要黄 哈哈哈哈 听不懂 不是人家各有发展 哎 各有爱好 人家擅长那个 对 所以说这都是贺子各的 嗯 我是九字的 但是他不一样 哇 他没有这个云鹤九霄龙龙四海 这么多的脏字 哎 他是什么呀 我是福报 他跟我不是一个师父 不是一个门户 你想我师父 是人家师父是不一样的 好吗 人家说你怎么 他老拦着我 这话 干嘛你师父床头柜啊 哈哈哈 你师父是电视柜 桃头柜相关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郭老师个头不高嘛 穿上鞋一米六二嘛 哈哈哈 穿上鞋才一米六二 对呀 鞋一米六嘛 他都是不高啊 不高 这没有办法自然在 你师父是粉饼 哈哈哈 你师父在粉饼呢 笑话 粉饼 别瞎说 养工夫啊 鞋一米六 你师父穿上鞋 这不是这个鞋 一米六的鞋上面 他放过一盘粉饼嘛 哈哈哈 你们玩换上了吗 他的确就个目高 嗯 但是他不是郭德纲老师的徒弟 哎我不是 他的师父是我师叔 嗯 是侯震侯老师 我师父一米七二 哈哈哈 哈哈哈 嗯 赢了 赢了赢了 对的确是一米七二 哎我师父不穿鞋一米七二 哈哈哈 哈哈哈 不要把我师父说的太惨 好吗 对话 就是他师父是侯震侯老师 嗯 侯老师呢跟我师父呢 是师兄弟儿 我们也是师兄弟儿 哎我们也算师兄弟儿 对 算书呗师兄弟儿 可不 哎但是你别看我们俩不是一师之徒啊 嗯 我们俩私交特别好 哎关系很近 认识的年头也多 那很早就认识了 你想我是2010年来的德约书 嗯 10年到现在都 嗯 好多年了是吧 都好多年了 这点帐篇都算不明了 就是说年头多一点了 10年今年是24年 应该是十四五年了 哈哈哈 你看 我说师父个头高的徒弟是聪明啊 是 人十四五年 他来的比我还早呢 我也十四五年了 对不对 比我早好几个月呢 对啊 但是你看 他岁数是比我小一点 嗯 我是今年我是88年的 嗯 我本位年三十六 啊 你那笨你了 这我穿红裤子 你看看 哈哈哈哈 看红裤子啊 你你今年最高 我92年 92年是多大 92年的吗 92年的吗 多大 32 33了 你看小年33 他呀 他这个岁数呢 我这个岁数应该穿红裤子 啊 然后过不去了 是吧 两七年你都33了 你不33了吗 对不对 说像 您对他们是捧红的 嗯 但是人家说像 比我说的好 真的 我不是夸的 因为像是演员 不是像您各位 就是看到表面那么容易 实际上呢 这时候说绝逗唱就完事了 怎么 实际不是 嗯 每个演员都有每个演员 擅长的领域 那还真好 对不对 比如说郭老师 人家擅长什么呀 就是过去的一些礼仪啊 礼节啊 人家出书 哦 出书什么过论啊什么的 人家能写明白这个东西 对过去的事情 对不对 你包括我 我也有研究 研究什么 我喜欢的什么 人文历史 哦 人文历史 哎 而且我发现 你看 现代跟过去古代 它是有区别 多明白啊 你分哪方面 咱就拿人口来说吧 人口 你说现在社会上 世界上人口很多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个环境的气候啊 是和人类啊 白眼圣西 嗯 它不像这个老年间 老年间什么样 你拿咱中国来说 早年间呢 就秦汉的时候 或者再往前老老年间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气候跟现在不一样 为什么那个年代人口少 哦 因为那个年代的气候啊 就是比较极端 怎么个极端 哎 这都是我看书 我看发现的 嗯 就是老老年间那个气候啊 嗯 只有两个季节 哪两个季 夏季和冬季 嗯 没有春秋啊 没有春秋啊 啊 春秋让关羽拿走了 没有春秋知道吧 哎哎 嗯 不是看到那春秋 就是只有夏季和冬季 两个季节 哦 没有春季和秋季 就这俩季节都特别极端 您要是有兴趣 您可以翻史料 您能看一下 有多极端 夏天极热冬天极冷 热能热哪 也就四十多度 到头了 啊 吃了不哭鸟了 啊 啊 不哭不哭 就来一遍 极热热到什么程度啊 咱就举个例子来说 这个人白天不能出门 一出门 白天才有太阳 一出门 因为太热了 一出去 那太阳一晒 脑袋这头发 呲啦 就全没了 不是 见着太阳 这脑袋这头发就没了 对 极热嘛 你这哥 过去年代 你这是正常发型 就那个年代 秃子特别多 真的 因为它极热 你养那个鸡鸭鹅 白天都不敢放 都得搭在那个窝里 然后跟它关好了 只有晚上 太阳落山了 可能放出去 要不然呢 要不然就一出去了 那鸡一出去了 见着太阳了 太阳一上 变成白跳鸡 就见太阳的白跳鸡 毛都烧没了 所以那个年代 就热到这个程度 不是 人不能出门 你这说的有点有点 我觉得有点不合乎情理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它就是这么样 不听反对意见 不是 您说见着太阳都全脱 对 那会儿脱的多呀 不是 脱的都那会儿留下来 那我 我见过 有那脱的 前面那脱 后面有头发 袜子 前面脱 后面有头发 那是怎么脱的 你说这个 你说这也有 对有啊 就是头发前面没有 后边有头发 对呀 这种是什么情况 太阳晒 这怎么能晒这面啊 你想啊 这个人呢 一般来说白天不能出去办事 但是也有的人说 我白天有急事 我得出去办事 得出门啊 怎么办呢 赶上啊 天上有云彩的时候 有点云彩 有云彩 比如说这会儿 把太阳挡上了 这会儿出去办事 赶紧出门 赶紧出门 在这个云彩走之前 把这太阳露出之前 赶紧回来 但是你说的那种 前面没头发 后边有头发 对呀 就是太阳晒 这怎么晒 你比如说这个人 要出门办事 你瞧 在太阳 让云彩挡着了 有点阴爹 赶紧收拾东西 准备好东西 出门办事 出门 刚一出门 把门开开 这脚迈出去了 这脚还在门里呢 一脚门里一脚 这会儿坏了 云彩走了 太阳出来了 怎么好晒在这 瓷瓦 哎呦 前面就没有 后边有头发 哦 这就这么秃的 嗯 哎 怎么不对呀 还有一种人 前面有头发 后边没头发 前面有头发 后面有头发 这怎么弄的 怎么晒去 你见过奇怪的人不少啊 那有呀 前面有头发 后边没头发 对呀 太阳晒 这这怎么晒 这还是啊 这人出去白天要出去办事 哎 整个好调去了 云彩把太阳挡住了 收拾东西赶紧出门办事了 出去办完事了 赶紧往家跑啊 跑到家门口这 拿钥匙开门 这门开开了 这脚门里 这脚还在门外呢 这会儿云彩一出一走 这太阳一出来 此了 后边没有 残门 太阳晒了 我不想跟你聊天 所以说 我爱跟你聊天 我跟聊天 我吵血了 你这两身随你师傅 确实嘴碎 求知欲强 还有一种秃 你看我啊 说起说 还有一种秃 中间秃 两边有头发 中间没有 两边有 这怎么回事 干得漂亮 这个 有这样的 哎呀 我听听 这中间没有 就这两边有头发 对 太阳晒了 这怎么晒的 你猜 你猜 好了 我别 别懵人 不是 我说 我跟你解释 也是这样的情况 什么情况 这个 这个人 把白天出去办事 出门办事 出门之前一看 云彩把太阳挡住了 收拾东西 赶紧出门 出门办事去吧 办完事了 赶紧往回跑 离家还很远的时候 快乐 怎么呢 这会人才躲开了 呦 太阳晒出来了 出来了 还一瞧 太阳晒出来了 赶紧往家跑 是啊 但是他知道太阳晒出来 肯定会把头发晒没了 所以他下一日就是捂着跑 哎呀 就捂着跑 就这地上有头发 这地上没有 哎呀 孩子别戏啊 就这地上有头发 你们要多撞成哪 还有一种人 别跑啊 因为我的智商也到急剧了 还能再挖拳挖拳 好 我还能提高 还有一种人 看谁说下来这么说 你知道吗 愣拽着让人说 谁说下来还得拴着 啊 走声 走 什么样的 还有一种人 中间有头发 两边没头发 你说这人好眼熟 这人穿着鞋一米六二的 你说的是粉饼 来吧 粉饼的徒弟 小粉饼 解释解释 太阳晒 这我更不理解了 我也不理解 不理解就搞 但是我能跟你说明白 我听听 你说 就是比如说 中间有 我知道 两边没有 这个我是不是 就是这人啊 这人啊 就说你师父 中间是一条性 我还想干 你师父就你一个固定 我师父好几百个的 少一个无所谓 师父都少了好几个了 哪个无所谣的 听这中间的有头发 两边没有 怎么回事 你们门还真适合 就是啊 我们二星这个 这个人啊 白天出去办事 又有事 正好乌云了 把太阳挡上了 出门办事吧 出去办事 办个事得往家走 得回家 走着走着 快了 太阳要出来了 云彩要走了 可是呢 这家还很远呢 他又不想留这样的发型 对啊 怎么办呢 哎呦 赶巧前面有一棵桃树 桃树 结满了桃 他往那桃树底一站 太阳一出来 一照 桃子这一挡住了 辞拉 这地儿没有 这是一桃 你绝对是你师父 最能巴虾的徒弟 就是说那会儿啊 就是热 就是急热 就热到这种旁边 热得太出奇 这没有办法呀 您说那冷呢 冷更吓人 冷呢 就举个例子来说 就是冬天到冬天 冷到什么程度 我听听 人走在大街上 不能随地土坛 这怕不文明 跟那没关系 跟那没关系 那怕什么 怕这个 怕冻上 因为那会儿啊 就是点水成冰 滴水成零 人走到大街上 你比如说大冬天 走到大街上 这会儿像吐坛 嗯 那边 就这一下 这坛打嘴里刚出来 还没落地呢 就冻上 掉地上 咕咕咕 跟个球一样 哎呦 哎呦 你坛球 坛球嘛 What 哪坛球啊 哪个坛 你这球弄香 你听说我 就那会儿冷到这种程度 啊就是 坛还没着地呢 就冻成球了 而且那会儿 大街上也有人说出去溜弯的 俩人见面的 那个礼节跟现在还不一样 那会儿呢 现在就是握手 绝对握个手方便 那会儿叫拱手礼 怎么叫拱手礼 一般人出门在大街上 手都这么放 天涯了 哎不能拿着冷啊 哎 就走着走着看起来 呦 二哥 你好啊 那个 啊 你好 就结束了 挺可爱的 哎 thank you 然后呢 两个人就分开了 各干各的 不是 嗯 你说那不过去呢 对 我觉着你要见面 哎 拿手出来 咱俩握个手 握手 握什么 不行 你好 你怎么不行 你咄么这道理 他哥这里揣时间长了 他里边出汗 哦 热 他热就出汗了 两人见面了 握手 握住手 哎呦 你好 你好 坏了 怎么的 沙巴 就冻上了 怎么掰都掰不开 这掰不开了 所以留下这么一个俗语嘛 就是两人好 就是好到什么程度 就是掰不开的交情 我冻上了 屠惠听说掰不开的交情 是沾上了 啊 就沾上了 太冷了嘛 不是那想掰开呢 想掰开就明年夏天 明年夏天 咱俩这下面得像半年 就你可以跟我上我们家 我也可以跟你上你们家 不不不不 看咱俩谁劲大 不不不不不 不不 我现在我着急 我有事 非得现在就掰开 哎 现在我就得走 实在没辙了啊 给你出一个主意 什么招 去茶馆 干嘛去 哎 茶馆那里边有那小伙计 给你烧一壶开水 顺着俩人的手中间 哗哗哗一道 我得划开 哎 就拿开水一浇 拿开水浇还得 对 浇朋友 浇朋友 这都是那会传业的俗语 浇朋友拿开水浇啊 不行 可以好吗 这都不像话 而且那个年代 咱实话是说 上厕所都特别不方便 上厕所又是不方便 你想老老年间那会 没有说在屋里上厕所 没有个设备 不像现在 都是外面找那个公共厕所 大排抠 而且即使上在公共厕所 就解大手 不能带纸 不能带纸 带纸也没用 为什么 你说 我想听啊 你想这人啊 上厕所 他解大手啊 他肯定就是蹲着解大手 谁站着解 是吧 然后就是那个臭臭 就一点点出来了吧 是 你拿纸一擦 不光是擦不干净 还容易把纸扎破了 知道吗 所以说那会儿带纸没有用 那怎么办 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呢 那会儿有一个 就是特别好的东西 工具 打屎棒 打屎棒 大概其这么长 一小困 一般来说呢 做一个打屎棒兜 打屎棒兜 把这打屎棒呢 放在打屎棒兜里边 挂在腰间 就跟那个武器似的 挂在这儿 你这老擦干净再拔 没事 有那个打屎棒兜 然后呢 你在那解大手呢 解完之后了 看看四下无人 吓不清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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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退场 解决 干净又卫生 再次小流用 你知道吗 知道吗 就是那个年代就帅呀 问题完了 他吃十万个胃马 如果说 我今儿我出门着急 我光带一兜 我没带我的棒 我这掃了半天 我掃了不出来 我又不能把屎 掏这兜上 你时候平时都教你什么呀 你说的又到了 怎么办 压力又给到我了 真的 怎么办呢 找别人借 因为那会儿 公共厕所啊 都是一排康 中间也没有什么阻打的 对 你跟这儿解大手 旁边也有 你比如说 你跟这儿解完大手了 一摸 又怀了 逛我兜 逛我兜 放在半了 放在我的棒儿 怎么办呢 怎么办 一回头 旁边这儿还有人呢 还有人呢 跟人客气的 大姐 你们俩谁进错了 没进错 叫错了 你叫大姐呢 姐大手呢 简称大姐 那人要撒碎就是小姐 就是文言文嘛 大姐的那个朋友 我忘了带棒儿了 您的棒儿 可否借我医用吗 那会儿人 人家都有素质 人家都借给他 都是这无所谓的 借给你 借的时候 地棒的和接棒的 有要求 这还有背景 地棒的 这样不行 得有礼貌 你最好对我按词 按词就动过来啊 接棒的 接棒的就 拿过来 啪 还你 人家接过来 哈喽喽喽 你懂你的 别人办事了 便啪 啪 没办法 那一会儿冷就是这样 冷的急冷的弱 急弱 所以还想再多问一个 我没有跟你讲吧 我没有跟你讲 你这样 你问你叔叔吧 他会得比我多 这样 我就想 我没有变 如果说 这两位朋友 都没在绑门 怎么办 等第三个人 咱们别再问了 对不对 你跟着等吧 东京是有人的 实在没有人 就自己想办法 对不对 告个原理 你甭管什么原理 反正那个年代 人家生活极其的困难 所以说那时候人口少 原因是就这个原因 对 好多都是没说打死棒 热极热 冷极冷 所以那个年代 老百姓活着不容易 我问问你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 这么冷这么热 老百姓怎么种庄稼 这庄稼没法长 种什么庄稼 玉米 小麦 棒子 这得吃 不不吃 棒子用的 不是吃的 我说是地里长的 玉米棒子 不是套子 插插的 你这么严肃 这个粮食 你说的就是探紧化合物 对 你地里得长庄稼 那个年头不吃的 不吃这个 不吃这个 你拿放个大盒子 你去查 对有的吃 对有的 你去查历史文献去 你 非话你不吃 你怎么吃了 你怎么打 这是咱俩像中文献的人词吗 你听我说了啊 你说那什么玉米那都是后期引进到中国的 那时候那年代老老年年不吃了也没有这东西 米面凉着都不吃 不吃 不吃你大什么呀 紧着办子就这事儿 吃肉 啊 吃肉 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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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肉 那年头都吃肉 吃鸡肉啊 鸭肉啊 牛肉啊 羊肉啊 猪肉都吃肉 吃肉 对吃肉要管饱啊 吃肉多贵啊 不贵 那个年代这个肉便宜 肉便宜啊 便宜至极 我问问问 您问 我吃羊肉 吃羊肉啊 什么物件 什么物件 那个年代花钱跟现在不一样 那个叫智强 过去都这么讲 就像听过那一门钱 隔现在可能就一块钱的意思 一个智强 十只羊 肉串啊 整羊 疯了 疯了 一毛钱一头羊 你是把你师傅装这里了 你那个兴奋干什么 那年头就是不值钱啊 一个智强 十只羊 一个智强 买十只羊 对了 吃牛肉呢 牛肉更便宜 牛肉 一个智强 十五头牛 这牛怎么还比羊贵为便宜啊 牛肉啊 比较粗糙 羊肉比较嫩 知道吗 好香化的 它就贵 因为它出来到时候 它也好弄 你知道吗 它是有原因的 你也别老瞎问那么详细 要不 我也不是什么都能解 我吃猪肉 猪肉 猪肉可有要求 什么要求 按金数算 废话 它分两种 一种叫小猪秧子 也叫小猪杠 一种叫成猪 也就是大猪 以六十斤为献 这是根献 六十斤以上的 这叫成猪 长成了吗 一个智强一头 猪比较贵 这就一比一 六十斤以下的 哪怕是五十九斤 九两 也算小猪秧子 这么不值钱 一个智强九十头 这么几头 这差这么些 对了 那会儿严谨 不像现在 缺金少两 那会儿严谨 就差一点 对 就差一两 也是小猪秧子 对 小猪秧子 一个纸签 九十只 九十只 九十头都 那我还不能光吃肉啊 老吃肉上火呀 对不对 我吃点腐食 腐竹 腐竹 腐竹这东西便宜 还吃腐竹 那年头腐竹也大 嗯 啊 基本上一根腐竹四米三 这垫肝子牌的吧 一个智强三十根 因为那东西不怎么值钱 也没有人用 啊 对 四米三 对对对 一个智强三十根 这一辈子我吃不完呀 我连吃再用我都都都都吃了 腐竹没有那么硬 你用不了 明白吗 你老憋着用 你先想想怎么吃的 哎 那我是吃点豆腐呢 什么 豆腐 豆腐 豆腐啊 你要吃豆腐 吃豆腐 你要吃谁的 就是 就是人家做出来的豆腐 哎 大白豆腐 那年头豆腐没人吃 凭什么 白给人吃人都不吃 我不理解 有什么不理解 你比如说那做豆腐的叫豆腐厂 豆腐房 掌柜的 哎对 都这么讲 哎呀 做成那豆腐 拿豆腐磨完了弄得了拿卤水一点 做成豆腐 卤水一点豆腐 然后推出去上大街上 有人这过来人了 你跟上课去啊 大哥 大哥大哥 好久都没吃我豆腐了 这个 这不是什么 屁哦 这个 别乐 这个不是吧 大哥好久都没吃我豆腐的豆腐了 这个 您来一块尝呢 吧 问问 大乔大哥 大哥说 鬼大 大哥皮肤 玩去 大哥没带棍儿 哈哈哈哈 还是说话 你骂什么 有病啊 吃什么豆腐 给我吃豆腐 你拿着当人吗 我说大哥 我来求你 刚出锅的 好不容易坐着 还热乎呢 热腾腾的 您来一块 尝尝 不要钱 尝尝 门 不要钱 还提前 知道我还给你钱 您要脸吗 大哥你别说 我求你了 您就来一块 行不行 我求你了 我给您跪下了 好吧 我给您磕头了 你给我来 不吃 知道吗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上周是不是吃你一块了 今儿就不吃 再说我弄死你 知道吗 没人吃 豆腐 白脸吃 我不下话 下话 我不下话 下话 您学我吃 哦 这豆腐 磨完了 对 点完了 出锅了 这么一大块热腾腾的 掌柜的端到马路上 来过路的还得叫人大哥 秧本人家大哥大哥吃一块 求人家 人家说不吃 不吃还得挨俩嘴巴 对 还得挨骂 啊 这人工火号 人家疯了 平人民 你说的也有道理 对不对 这个东西有本钱 哎 不要钱 对不对 你进这个豆子什么的 磨磨磨豆子呀 然后做豆腐有本钱的 有本啊 哎 不光豆腐花钱 嗯 你这个做豆啊 你拿火烧啊 各方面 蒸啊 煮啊 他都要花钱 这叫人工火号 你自己还得辛辛苦苦做 可不 做出来了 好不容易做出一大岗来了 嗯 推出去大街上 看见这人过来走了 嗯 你求人家吃 嗯 不要钱白给人吃 是啊 人家不吃回头还给你一嘴巴 嗯 像话 不像话呀 你说这都是人话 不是人话呀 怎么可能是这样 我下回注意吧 对啊 你说的 什么 这话是你说的 什么话让我说 就刚才这一大套 豆腐白给人吃 人不吃 挨大嘴巴 你说的 豆腐白给人吃 人家不吃 这话是我说的 对啊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疯了 我能说出这话来 我是郭德干的徒弟 我能说出那么 就七十灭祖的话吗 你说七十灭祖半天了 啊 就是你说的 都听见了吧 没有 你听听 哈哈哈哈 你听听 我我我 吓我 吓我 不这是我说的吗 不这是你说的吗 啊对啊 就是我说的 怎么了 整个一滚刀肉 不是滚刀 我说的 他肯定就能有 有原因有道理 我问你 为什么豆腐白给人吃 你这都不懂 我问问你 豆腐 什么颜色的 白的 白给人吃什么 嗯 没听说过 啊 那我当傻子吧 不行 这不行 不合理 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啊 为什么白给人吃啊 不给您开玩笑了啊 好好跟您说说这原因 我听了 一说人大伙都明白 老话说的好了 老话说 这话不说不明 目不转不透 是 砂锅不打 一辈子不露 有人说砂锅不如铁锅好 但是您要记住了 铁锅一旦生了秀了 它有了那个眼子 杀眼了 这锅就废了 不能用 它不像砂锅 你只要不打它 不把它打碎了 它能用一辈子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没问你砂锅铁锅 我问你为什么豆腐白给人吃 你还没忘呢 豆腐白给人吃 为什么白给人吃 对啊 哪就对 一说你就明白了 你别着急 你急什么 你急点的火车 你听我给你 尾尾给你倒来 对不对 这个豆腐 为什么白给人吃呢 为什么呀 它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它是什么呢 它是这个 什么记忆 我身上有一码罐 它是 对了 这个做豆腐的这位啊 他不是职业靠做豆腐为生的 倒少爷呀 不是不是 那年头没有这 他是 他是饭猪的猪饭 猪饭的 对了 刚才咱说了啊 这猪有要求 60斤以上的 一个至前一头 这叫成猪啊 59斤 9两以下的 这是小猪秧子 对 一个至前 90只 90头 我记着呢 对不对 他就是做这个生意的 饭猪的 他先到人那儿啊 把那个小猪秧子 都禁回来 禁回来怎么办呢 他得把这猪 养到60斤以上了 再卖出去 他才能多挣钱 他说为什么呢 他得喂东西吃啊 就喂这个 就是豆柴子 什么叫豆柴子呢 就是把这豆子磨碎了之后 豆子就出那个液体 弄的豆火 做豆腐的下脚料 下脚料 拿这个喂猪 拿这个 把猪啊 穿起来 穿到60斤以上 然后呢 靠猪啊 往猪卖 挣钱 但是豆腐呢 它就没有什么成本了 因为那猪都已经挣钱了 它没有什么成本 就可以白给人吃吗 就是这样 你看我信不 这有什么不信呢 那你直接喂豆腐好不好 给猪喂豆腐 那不行 怎么不行 那豆腐不吃猪 不是 猪不吃豆腐 就为什么不吃豆腐 猪是什么呀各位 这个猪啊 不猪就是猪 猪是猪 这个豆腐它叫鬼菜 什么叫鬼菜 就是你吃这个东西 不光不长肉 还往下掉肉 你看看好多那个健身的 减肥的 都是靠吃豆腐吧 得补充蛋白 对不对 你本来你进猪的时候 小猪秧子 五十九斤九两 你挺好的 差一点六十嘛 你正常你这喂豆腐都挺好的 你不去 你跟人喂豆腐 喂豆腐一样吗 越吃啊 秤越少 越吃秤越少 两三月 再一上秤一秤 二两 那什么猪啊 转运猪 它就啊 越温度越小 所以说不能 猪就不能吃豆 就不能吃豆 不是那 那你我直接喂生豆子 喂生豆子不行 怎么不行 它 它 它 怎么不行 它是这样的 你不是猪 你不懂 也是啊 它这个猪 就喂生豆子 猪不能吃生豆子 猪为什么不能吃生豆子 猪啊 它那个肠胃不好 猪一吃生豆子 它拉稀 这猪一旦拉稀 它就得死 在那个年头 这胡说八道 猪拉稀怎么还能死啊 它因为猪没有打死棒啊 不是